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高啪啪Channel 哇 这么久都不出片假什么 因为有很多事情在做 想知道是什么 一会片尾告诉你 当然有你着手啦 除了想成为NFT的收藏家或者投资者之外 也有些网友希望将自己的潜伦好好发挥 成为一个NFT的艺术家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发布自己的NFT 并且将自己的NFT定价 然后放上市场发售 大家准备创业没有? 要发布你的NFT上OpenSea 当然要有OpenSea的帐户 如果还未开又或者不知道怎么开的话 就可以上Michael Papa的网站 就会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开OpenSea的帐户 开了帐户之后 就按右上角的Create 然后放上你的主角 即你的NFT 可以是图啦 3D Model 或者Audio都可以 甚至乎Video都可以 然后加入你NFT的名字 那我就写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如果你的NFT叫做NFT01 就可以打NFT01 如果你的NFT叫小名的话 你就可以输入小名进去 你若果有有关NFT的介绍的话 你就可以把URL放入这里 接下来就是这个NFT的描述 即是说你对这一幅图有关描述 你要记住这个是个NFT的描述 并不是你这个NFT系列的描述 Connection就是你的系列的名字 如果你未开一个新的Connection 你就暂时打几个字进去吧 我们之后会教你如何开一个新的Connection 这个就是Properties 即是属性 要决定一个NFT的稀有度 那很多时我们都要在一个属性里面 输入相关的资料 例如背景是什么色 衣服是什么 有没有耳環 眼睛是怎样 这些全部都属于属性的 那最好就进入了 那可能某一些属性是特别稀有的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加入了 Levels 这个是等级 有些像好像打机 有分不同的级别 你可以例如设定10 那这个等级属于第几 第8 第6 那这个都是跟稀有度有关 即是统计数据 其实跟Levels差不多 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 我们常常在Microppa的网页上面 都说要Digital Goodies 其实就是在这里加入的 名字就叫做Unlockable Content 意思就是说你买了NFT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Content里面的资料 至于怎样设定呢 你就要去Microppa的网页 看一看 最后你就要设定这个NFT 究竟有多少个Addition 可以拥有这个NFT 然后就设定 究竟这个NFT 在以太坊上面 还是在Polygon 这个Default就可以了 接着按Create 再回答这个问题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先关掉它 我们先实测一下 一切进去 你就可以开到里面的资料了 尖下来我们就要开一个新的系列 你见这个位置呢 我们是没有选择系列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开一个新的系列了 Create a connection 我们可以将图案 Profil picture 放进去 这个是OpenSea的环页 你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输入你的Connection的名字 这个系列 譬如我叫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NFT 接着这个系列的描述 Categories 即是分类 在OpenSea的主页是有个分类的 那是方便给些买家搜寻的 那如果你有这个NFT相关的资料 你就可以放进去 那我当然是放Michael爸爸 这个很重要啊 Creators Earnings 即是说当你的这个NFT 有交易的时候 你就会分到多少个percent的佣 例如10个percent 那就是说10元里面 你会得到1元 这个对于你的收入来说是很重要的 一手市场你就是得到全数 二手呢你就会得到这10个percent 加上你的钱包地址进去 那又是选择啦 Polygon 因为我之前用Polygon的 Display Frame 我建议你用回原本那个就可以了 因为大家都看惯了 最后就是按Create Create 你的Connection就已经弄好了 之后就将你的NFT加入这个Connection 今次你就见到个Connection Name 最后按Submit Change 你就会见到你的系列 那你可以放很多NFT进去这个系列里面 那Click进去之后呢就是你的NFT了 想补充一样东西的就是 如果是其他没买这个NFT的人呢 它是开不了这个Connect的 嗯 整好NFT之后 那当然要设定好价钱啦 首先去 你可以找MarketCap.com 搜寻Polygon 搜寻Polygon 第三个 然后你就会见到一个Metamask的Logo 就是Metamask的Metamask的Metamask 接着AddToken 那你就设定好钱包了 你就可以在你的NFT的右上角按Sale 再设定你想买的价钱 例如0.1 按Complete Listing 接着签署 如果你好像我这样在右下角有个Error的话 你就可以再试多一次 它可能未更新一次的 出现Metamask了 之后就可以再做多一次 按Unlock Side 再Unlock 又再Side多次 那有时候呢 它就说你未转过NFT 可能就是Euthremium 未转回Polygon 那我们就Switch Network 那我们就Switch Network 你就会见到可以Side 那我们就再签多一次 成光湖 你就会见到你的NFT 0.1 那整个过程就完成了 这个就是你第一个发布的NFT 哇 整两个星期没出片 为什么呢 因为要更新我们的网站 就是我们Michael Papa的网站 拍影片所花的时间很多 拍完之后想补充一下内容 没理由有拍过第二条影片 那不如放上网 大家研究一下更好 除了有我们NFT Artists 介绍之外 还有一些新手教学 教大家如何开OpenSea 或者如何开Metamask 和钱包 如果你登记成为了我们的会员 还可以参加NFT Giveaway大抽象 千万别错过 不只是抽一次 是定期都会有 要成为会员很简单 只需要按右上角的会员 然后用你的email登记 就是这么简单的 那就可以了 只不过是几秒钟的时间 好了今天讲到这里 是这样吧 拜拜 拜拜